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那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已经彻底放弃了 我觉得我不可能再回去做艺人 不可能再重返萤幕了 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反而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就觉得我首先就做别的行业 那我对自己还是蛮有信心 可以做幕后或者就是如果更乐观一点 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那个大概是在出事完了就前三个月的时候 在差不多是在做完直皮手术后的一个月吧 然后是做完直皮手术以后 开始慢慢慢慢的去做一些修复的治疗 然后看到了一些希望 然后呢就是周围所有的朋友 尤其是医生都给了我一个很坚定的答案 说你肯定可以再回去做演员的 他说相信我吧 那这个时候就重新燃起了我心里面的 对于这个舞台的留恋吧 其实说实话还是挺喜欢这个舞台的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轻易就说放弃可以放弃 那差不多是在三个月之后 应该也算是你心情 算是得到了很大的鼓励 对对对 可是呢 那个目标离我太遥远了 就是所谓的那个目标 就是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哪怕有九成 百分之九十 在那个时候 我每天照镜子面对的自己 和预想中的那个目标 和原来的那个样子 其实差距还是很大 你第一次照镜子是什么时候 时隔多久 第一次是在车户后的第二 第三天早上 当时 其实我一直很想看看我变成什么样子了 在那一次之前其实还看过一次 但是那是比较模糊的 只是看到一个轮廓 是在电梯里面 我记得是从手术室出来进病房的那个电梯 它的那个四面都是那个银色的板 金属板 所以可以看到一个样子 可那时候你应该是躺着 我坐在轮椅上 坐在轮椅上 对 然后 我看到的那个样子 就是像一个科学怪人 头发全是竖起来的 然后脸上缠了很多很多的纱布 周围的人 那个神情都非常的凝重 我就看到以后 我就跟他们说 这是我的新造型 然后第一次真正照镜子 就是在手术后的第三天早上 正好是医生来给我把纱布拿掉 要换药 我就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直面一下现在的自己 我甚至还想过 应该拍个照片 留个纪念 我觉得这个是我人生里面的一个经历 虽然说对我来说是一个惨痛的经历 但也是属于我自己的 应该把它记录下来 你当时就这么想 我不想过 可是不可能 我知道不可能 因为他们不会给我相机 他们连镜子都不肯给我 他们怕我承受不了心里面 那我就想办法 我就说我要去上厕所 因为厕所里有镜子 然后是我爸陪我去 然后就看到了 看到了 其实也还好 因为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因为我摸过了嘛 然后也在那个电梯里 有看到一个隐约的样子 只是不能接受的是 那个脸太大 肿 对是肿呢 然后我就去碰了一下 很硬的 然后我还跟我爸说 我说是不是那个骨头 凸出来了 因为真的很硬 然后我爸就说 不是 他说是因为肿了 他说会削的 他说我不信 因为太硬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肿的话 应该摸上去是有弹性的 可是就感觉摸在一块石头上 我就怕是不是骨头变形了 还是怎样 不过 其实我在镜子里 还能看到我爸爸的表情 挺难过的 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情 我挺难过的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就告诉自己 要开心一点 不要把自己的这种 情绪去带给别人 所以我 我一走出厕所的时候 哇 吓我一跳 所有人都等在那里 因为他们已经猜到 我在厕所里干嘛了 都等在那里看着我 然后我就这样